张栋梁这个名字现在提起来总觉得恍如隔世 2006年一部《微笑pasta》杀出重围 超越爱情魔法师、新苹果乐园、公主小妹等热门偶像剧 成为当年的收视冠军 还带火了由张栋梁、王兴玲演唱的OST 北极星的眼泪、小乌龟、彩虹的微笑、黄昏小 成为二级彩灵时代下载量常年霸榜的热曲 在剧中饰演乐团天王和群的张栋梁 斯文儒雅、深情款款的微笑王子形象 承包了一代人的青春 然而命运好像跟他开了个玩笑 处在影视音乐两个领域如鱼得水的事业巅峰期 张栋梁却草草宣告退场 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中 折服多年 再次出现时已是因走学商演 被网友调侃落魄的过期歌手 从宏极一时的微笑王子沦落到无人问津 张栋梁消失的这些年来经历了什么 如今41岁的他又过得怎样 今天 十一就来聊一聊 吃吃微笑的偶像剧男主张栋梁 张栋梁祖籍福建 于1981年11月29日 出生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商人家庭 家境优渥的他 从小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 小学时期 张栋梁接触到了音乐 进而迸发出了强烈的兴趣 父亲为他聘请了专业的教师指导 进行系统学习 也鼓励他和其他马来西亚歌手一样 去往台湾追寻音乐梦 高中毕业后 张栋梁来到台湾 就读于世新大学 然而 尚未读完大一 父亲经商失败 宣布破产的消息 便越洋传来 巨额债务的高压之下 家里无法再为他的学业提供经济支持 张栋梁只好休学回家 靠打一些零工补贴家用 但面对数不清的债务 打零工赚来的钱 不过是杯水车薪 彼时20岁的张栋梁 第一次尝到绝望的滋味 他在后来的采访里回忆当时 活得像个行尸走肉 我觉得我没有明天 幸运的是 生命的低潮 往往是在为热火的腾飞积蓄力量 偶然有一次 张栋梁在电视上看到 Astro新秀大赛招募选手 他像看到火光 没有一秒犹豫 立刻向电视台寄去了视听带 成功通过初选 之后 他拿着全家人一起 送来的机票钱和生活费 带上当裁缝的表姐夫 亲手做的演出服 只身前往吉隆坡参加比赛 凭借儿时多次登台表演的经验 张栋梁有着稳健的台风 和温暖的响应 人气很快就逐渐攀升 在决赛中 他用一首黄昏 不负众望拿下冠军 就这样一脚迈进了娱乐圈 大马经纪人黎舒婷还依稀记得 当年马来西亚各式的夜市 一家家疯狂播放黄昏的景象 比赛结束后的第二年 张栋梁正式出道 发布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首选 其中那首翻唱曲目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在大陆创下彩铃下载量 过百万的惊人记录 为张栋梁和公司 赚到了超五百万的收入 朗朗上口的歌词 动听的旋律 让这首歌迅速火遍大江南北 也让张栋梁在歌坛 一夜之间有了姓名 2005年 他重新回到台湾发展 不像其他练习生一样 需要折服多年 张栋梁的成名之路相当顺遂 有了代表作 他在底台一个月后 就发了新唱片 出道第二年 公司就为他找来了影视资源 而且还是男一号 但非科班出身 从未学过表演 张栋梁的人生规划中 根本没有演员这个选项 他感到十分抗拒 尝试反抗 跑去问公司领导 可不可以不要排 结果反被痛骂一顿 2004年 瑞和宋慧桥主演的韩剧 浪漫满屋 红遍亚洲 人气爆棚的大明星 搭配鬼马机灵的普通女孩 这个设定在当时前途无量 公司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 就这样 张栋梁被赶鸭子上架 和彼时正火的少男杀手 王心灵合作 揭拍了偶像剧 微笑Pasta 饰演名气不菲的偶像歌手 何群 微笑Pasta的设定 和浪漫满屋几乎一模一样 合约结婚 先婚后爱 一并复制 唯一不同的是 韩星瑞有人气保底 即使是单眼皮 非传统意义上的帅哥 也没有收到过太多负品 而照着瑞找到的张栋梁 却将台偶最丑男主的头衔 一直背到现在 但幸运的是 编剧没有将顶流明星的一身臭毛病 安在何群身上 他不嚣张 不霸道 反而温柔地不像话 这才在观众心里 留下了台偶白月光的印象 2006年 微笑Pasta播出后 拿下了台剧的收视冠军 一年后被大陆引进 轮播了二十余次 剧中 由王心灵演唱的OST 彩虹的微笑 黄昏小 由张栋梁演唱的小乌龟 累极心的眼泪 更是火得一塌糊涂 张栋梁被志民们亲切地称呼为 微笑王子 这个头衔 也让他被观众 铭记了十几年 但微笑王子 也有笑不出来的时候 公司为了迎合市场 标榜张栋梁 一天微笑66次 甚至具体地规定了 录齿笑的弧度 每次跑通告时 若张栋梁表情稍有松懈 旁边就立马会有工作人员提醒 牙齿 牙齿 微笑不难 但当微笑成了一个任务 笑容似乎也就不那么真诚了 慢慢地 张栋梁感到麻木不堪 他说 我没有不开心 但我知道那个笑 跟平时的笑不一样 很僵 很空 我会有一点难受 回家了都笑不出来 同样让他笑不出来的 还有自己的歌 微笑Pasta之后的第二年 张栋梁与郭彩杰合作 出演偶像剧 《无敌山宝妹》中的男一号 天香楼总裁孙吴迪 在录制片头曲《情花开》的时候 公司根据市场分析 要求张栋梁用夸张的唱枪演绎 在舞台上和辣妹热舞 还是要做一些轻挑的wink动作 表情越夸张越好 这让张栋梁感到羞耻 他觉得演戏是扮演别人的角色 怎么演都能接受 但这首歌要放在原声带里 署名是自己的作品 理应有他私人的音乐审美和尊严 陆哥那天 他心里一直过不去 在录音室偷偷抹眼泪 不仅如此 那段时间 公司给他安排了频繁的商演活动 张栋梁辗转于各个城市赶通告 神情越来越疲惫 尽管如此 他还是会配合工作 乖乖听话 2009年 在发表新专辑沉默的瞬间后 张栋梁向公司争取了两周的假期 但还没等宣传期结束 他自己就先倒下了 因干部细菌感染 他被告知需要立刻助援治疗 直到现在 张栋梁依旧能清晰地回忆起 当年医生跟他讲话时的表情 他们绝不会告诉你具体结果 只说需要再观察一阵子 但从他们的神情中 我能看出情况的好坏 有项指标 健康状态需要低于35 而张栋梁的检查指数 飙到了2000多 最难受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没了 在工作压力和未知疾病的双重打击下 张栋梁重新审视起了自己的生活 入行已经10年 回马来西亚过春节的假期 却只被批准两三天 就连这场大病都无法摆脱通告的紧闭 但又不止是忙 他觉得自己的状态方向全都不对 2013年 郑栋梁与公司的合约到期 在电视剧爱情女仆杀青前的两个星期 他突然走到了情绪的临界点 他在后来出版的自传《长假》里记录了当时的心境 像个偶像歌手 情歌唱到偶 他不断暗示自己 现在就走 不要回头 他回忆说 在摄影棚的化妆间里 灵光一闪 我立刻查完课程的所有资料 隔两天就把出走的所有东西决定了 之后 张栋梁打电话给经纪人 说自己要走了 要去美国纽约进修表演 课程是三个月 纽约的生活 崭新得像一场漫游 张栋梁终于有了时间来探索自我 同时 他突然觉得也许三个月不够 既然归期未定 他索性回到台北 退掉了那边租住的房子 就这样 一时冲动带来的三个月的逃离 又在深思熟虑中 变成了将近三年的长假 三年里 张栋梁去滑雪 去自驾旅行 回家陪妈妈 开始交新朋友 过去十年 因为疯狂工作所遗憾地 慢慢被他悉数补上 但同时 因为连续三年暂停工作 张栋梁的银行卡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账 这是他笑不出来的代价 隐退的日子里 大多数曾经的观众并不知道他吃了哪里 做了什么 直到2015年 张栋梁推出个人文字作品 长假 宣告回归 并写 人生没有如果 现在你是怎样的人 年华等新歌 找回了自己歌手的状态 嗓音经过时间的洗礼 生活的锤炼 依旧温暖 同时也变得愈发醇厚 极具叙事感 但娱乐圈总是残酷 流量一年年更新换代 即便当时宏极一时 最后也可能惨淡收场 尽管张栋梁在2016年 凭借新砖横扫七个音乐奖项 又在2019年 主演网飞原创剧集 《1000个晚安》 拿下8.1高分好评 却依旧没能引起广泛关注 再度刷到他的消息 是在简陋的商场演唱小乌龟 声线依旧深情动人 王日的嘻嚷却一去不复返 直到2022年 他的名字和王心灵 一起出现在热搜榜上 观众们这才发现 21世纪初演艺圈的黄金时代 张栋梁曾经拥有姓名 网友们一一扒出他的近况 过去经历了什么 现在又过得怎么样 在一片呼声下 张栋梁受邀参演第三季 披荆斩棘的哥哥 出舞台演唱的北极星的眼泪 将无数观众的思绪 以下拉回至17年前 这位曾经被假面束缚的大男孩 终于有了重新向前迈进的勇气 而这一次来内地营业 他期待着 也许最好的就要到来 2022年张栋梁接受采访时 记者问他 你最火的时候是2006年吗 他回答 不是啦 是2023年 然后放声大笑 如今41岁的张栋梁 离微笑王子越来越远 离自己越来越近 感谢你看到这里 我是十一 喜欢本期影片 烦请按赞订阅 如果还想听我讲其他人物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你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